介入他人的因果 后遗症是蛮严重的 因为所有的冤亲在主 就整个扑到你这儿来了 为什么蒙卦有一个规约 就是非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我不能主动去告诉你 你怎么样不能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累死 累死难免有得罪人 难免有跟人家 搞得不愉快了 那就叫做冤亲在主 我有个朋友 他村子里面 只要哪个人要往生 他一个礼拜前一定知道 我问你知道这个好不好 绝对不好 他知道就忍不住 会跟他家里面讲 小心 老太爷一个礼拜以后要走了 砍一拳就打过来 你这家伙 经常挨揍 你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了解得到 一个人知道太多 有一例有一臂 你自己要去决定 你要不要承受 做到什么地步 我们没有办法救所有的人 我很坦白讲 因为那个缘分 里面很复杂 非常复杂 我说清楚 缘是历代所造成的 不是这一次所造成的 分是这一世的有跟没有 有没有分是这一世的事情 缘是累世的事情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他逃不了一个因果的关系 就叫做自作自受 自己所做的决定 自己所表现的行为 他的所有的后果 要全部承受 因果绝对是存在的 因果是科学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这不是因果吗 碰到热就胀 碰到冷就缩 这不是因果吗 那为什么因果变成迷信 就是因为被宗教拿去用太久了 我们就把它归入迷信 这个不妥当 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因果 你就什么都不要信了 还是要重复一遍 不要迷信 但是不要把你看不懂 听不明白 听不见 看不到的东西 都叫做迷信 那是回恨可怕 人类有的迷信这种观念 你损失太多的东西 千万记住 有看得见的 就一定有看不见的 有算得到的 一定有算不到的 你不要管你看得到的一面 从现在开始 你看到看的一面 赶快去找那看不见的一面 你看到看不见一面 你不要急 你先看得见的一面 中华民族是人人自作自受 因为没有人可靠 人那么多 我们环境那么辛苦 生活不容易 谁也顾不了谁 何况宇宙的法则 就是自作自受 自负因果 你的所作所为 你要百分之百的 负起他的后果 你要负起责任 不怨天不由人 做自己的主人 我大概四十一二岁的时候 我就碰到一个人 我觉得社会上这种热心人太多 是很可怕的 曾教授 你要小心 你活不过三个月 就这么铁口之断 幸好我这个人从小 不是被吓唬大的 要不然被他吓死的 我问他为什么 他就拿证据给我看 你看这个案例 都没有超过三个月 是什么 他看我讲话的时候 我舌头上面有一个印 是方形的 真的你张开嘴巴 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来 真的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来 尤其是舌头后面 那是血管 他会告诉你很多事情 大小便都会说话的 你不要有大小便 就脏了 你一定要看看 你小便是什么样子 大便是什么样子 你就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我说谢谢你 各位千万记住 读《易经》就是说 人家告诉你好 你要赶快相信 人家告诉你不好 你要绝对拒绝 你一相信你就完了 你心里作用 就完了 我就去想 我的舌头怎么有这个方应 我就想这个问题 后来我想通了 就一个朋友从韩国回来 他们现在人生 做成韩定 做成方块的 一韩韩就韩出一个方块了 那你根据那个死 天生这样 当然会三个月 我这个还活得久得很 我再说一遍 你不要假扑 老告诉人家这样那样 你害得人家日夜不安 你最后是害死他嘛 不要做这种事 《易经》有一句话说 除非人家问你 你不要告诉别人 除非人家很诚恳问你 你才告诉他 而且该告诉到什么程度 你就告诉到什么程度 大家有没有发现 鬼谷子 他的弟子斗来斗去 都是他的弟子在斗 他都知道 孙兵你下山会怎么样 盘娟你下山会怎么样 他统统知道 可是事先他不救他们 为什么 你不能干预人家的因果关系 你不能干预 该遇难的要让他遇难 遇难就是孝灾 该吃苦的你要让他吃苦 该怎么死的 你让他怎么死 因为这是他的安排嘛 你这辈子不能让他这样死 他下辈子还要搞这样死 那不是更麻烦 知道也不能讲 但是有的事情 知道不能不讲 这才是高度的问题 我们一辈子在修修什么 修你的开关很灵敏 就是易经所讲的阴阳 孔子也在讲 这件事情该告诉他 你如果不告诉他 你就失掉一个人 这件事情不该告诉他 你居然告诉他 你就食言 你就自己要承受那个罪过 就是开关问题而已 我们现在很普遍是开关不灵 不该说的 说一大堆 该说的 我还没有说 不应该知道了 平民难得知道 该他知道 你居然不难得知道 你就完了 那就叫造孽 我们自己只能管自己 我们管不了别人 我们只能做人家的参考 没有权利去限制任何人 所以我们就讲出来 人跟人是靠新的感应 新的感应 所以你看达摩过来 他就告诉你 我做给你看 我在做什么 你自己想 你看他面壁九年 他不说一句话 他也告诉我们 语言文字是障碍 不见得好 你看后来他都不说话 不说话大家都懂 尤其中国人 你不说 你不说我也知道 我哪有你说 他就感应到了 你看第一个来找他的 叫神光 神光听说 有一个达摩 神光这个人是儒家 道家的书都读完了 他又去找达摩 达摩就问他 你要干什么 对不对 他说我读完儒家 道家的书 我心里不安 我心里还是不安 所以看看你 有什么办法让我心安 达摩说把心拿来 我替你安 他已经懂了 这句话听他已经懂了 所以他就会回答 我找不到心 达摩说找不到心 我替你安好了 你看两个人都懂 我们听了 菩萨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一个人一点就通 跟点怎么点的不同 是两码事 他们都懂 有一个最典型的故事 大家一定要把它参透 有一个和尚 大家都知道 他是快成佛了 但是因为他还活着 所以叫他活菩萨 这个人叫无济菩萨 无济菩萨是非常有名的 那有个年轻人一听说 有这么好的菩萨 我一定要拜他为师 要跟他学 所以就跟妈妈讲 我去学 求道以后回来 妈妈说你去好了 他就跑到路上 要去拜访这个无济菩萨 正好碰到无济菩萨在路上 他还不认识 无济菩萨就问他 你从头妈妈又向上你 他说我要去拜见无济菩萨 一把你就说我就是了 他才不会 他说你找菩萨干嘛 你要找菩萨 你直接去找佛就好 你找菩萨干嘛 他说你真的有佛啊 他说有啊 在哪里啊 在你家啊 嗨佛跑到我家去 是啊 他不知道你出来 他到你家去了 我告诉你谁是佛 就是你回家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人 批了一个毯子 那个鞋子是倒过来穿的 记住啊 倒过来穿的 那个才是佛啊 他心里想太好了 有这么具体的指示 跑啊跑到家里半夜 一敲门 大妈妈 批了个被单 忙到鞋子倒穿 开门 啊 这是佛 他从此觉悟了 就在家里 好好的父侍父母 然后写一部孝经 他就成佛了 你看有这样的无济菩萨 了不起 现在人不是 啊 你要找 明天给你 找我助理 挂号 那算什么菩萨了 所以你说人到底是进步 还是退步 是在讲 你要好好去想一想 真的菩萨心肠的人 他是公正无私 他绝对是公正无私 但是他不会直接跟你讲 你回去找你妈妈就好 他就一把个不相信 妈妈 你会像我们中国人 你没发现 人家讲得越清楚 你越是抗击 我们天生的就不太听话了 不太听话 所以对中文只能点他一下 点到他很信 他就回去了 所以我们对人 我们只能讲到一般的 差不多为止 除非他很有必要 单独的来问 你才告诉他 为什么蒙卦有一个规约 就是非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我不能主动去告诉他 你怎么样不能 除非他来问我 我看状况讲到什么地步 当然这里面 我们还是要保留一点 让各位自己去想 因为讲得太清楚 会影响大家的选择不好 影响大家的选择叫做 介入他人的因果 介入他人的因果 后遗症是蛮严重的 因为所有的冤亲在主 就整个扑到你这儿来了 所以 我今天也讲一句话 凡是在庙里头扶软的什么 你要去试试看 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天命 有的话你会做得很好 没有的话我劝你 不要去尝试 会比较好 每一代都会派一些人下来 专门做这个事的 是有 因为他要做天人之间的沟通 但是不是随便能都可以做的 不可以 所以为什么庙里头 他都禁止你在那边搞这个搞那个 就是怕很多人利用他 然后在那里制造是非 他不是反对这件事情 他是反对 没有经过他许可人 在里面做这些事情 他不可以 要分清楚 天万记住 有智慧的人是众阴 他不太众果 有知识的人 他不懂得众阴 因为他看不到阴 他只会众果 凡人众果 菩萨是众阴的 一般人阴果阴果 只看到果 他看不到阴 我们害不了任何人 我们害别人 最后一定是害自己 我们也不可能帮谁的忙 我们帮人家的忙 最后还是帮自己的忙 只不过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说 我在整他 整得很高兴 再往后走 你就知道 每一种东西都是会回头的 我是劝各位要相信因果 不然你相信什么呢 而且你要更进一步 知道以前因果报应比较长 因为老天不会用电脑 现在老天开始用电脑了 三个月就报了 一年就报了 他很快 现在因果报应是越来越快 你回去好好想一下就好了 这是非常科学的东西 一点不比心 千万千万记住 少说恶毒的话 有一句话各位千万记住 每一句恶毒的话 都像是一只回头的箭 最后迟早是射伤自己的 你可以去试 都是回头箭 所以一个人最好是什么 广皆上缘 我今天把这一段说得比较清楚一点 都是你自己起心动念 所造成的那种结果 不ぞ 你可以去试